嘿大家好我是SIM 嘿大家好我是陳好 今天要帶來的火之神系列 是火之堡壘 煤炭龜 那它的特性是日照 出來的時候就直接大晴天 那我練的是HC加特攻跟加血量的 主要是打輸出 但是由於它的速度真的是靠邊的慢 只有20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搭配有細法空間的寶可夢 讓我的煤炭龜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先尻對手一發陽光烈焰 當然你也可以用煤炭龜去搭配一些古代種寶可夢 比如說你就可以讓正義法不用帶驅動能量 帶70P帶 這樣至少他可以觸發他的古代火性 然後又可以攻擊最少兩次 那我給他帶的持有物是木炭 直接增加火屬性技能1.2倍 泰金也是泰金火 讓他的火屬性技能能夠一個大爆發 那可以看到他擁有火屬性最強的技能噴火 但是前提是你的血量要是全滿的情況下 威力才有150 那基本上是使用細法空間之後 除非對手是先制技能 不然煤炭龜應該是細法空間裡面最快的 那清除之焰能夠去噁心那些 好不容易把乘數疊上來的寶可夢 那噴射我一定是100%命中 如果你血量不高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用噴射火焰 再來日光速是來欺負那些水性寶可夢的 那基本上這一套陣容 我們就不用顧慮對手有什麼了 我們就直接出我們想要的吧 第一隻直接派急凍鳥 然後煤炭龜後面補一隻月月熊 好那一樣我覺得就是先開個光牆 去彌補煤炭龜特防不足的地方 不過正義法的話速度表還要來的快 所以我可以先開細法空間 那他打一發我應該還不會死 他帶的是驅動能量 那他速度已經比我快了 那我這邊細把空間開起來的話 他會先攻擊 那開完之後就會變成我先攻擊 那我就可以留最後一個光牆 然後光榮退場 這就是激動鳥的用意 那我激動鳥還是會給他帶一個 超能力系的技能 以防他需要幫忙打 幫忙補傷害的時候 好這邊光牆開起來差不多就要隔屁了 那因為對方比我慢 所以我等等煤炭龜先上來的話 我就可以哎呦 居然是用替身欸 哇他想要拖我的細把空間啊 糟糕了 他不會再開一次替身吧應該不會吧 那我的細把空間已經被拖了兩回合 那我煤炭龜上來大概只剩下兩回合時間可以秀了 呃好他決定攻擊我 那他只拖到了一回合的細把空間 好那我的煤炭龜一上來的話 速度比他還要來的快 而且我是滿血 所以就可以直接噴火 那噴火 我就日照嘛 然後再噴火 然後還有這個木炭 那再加上自己本系 整體傷害其實算滿高的 那我就不太金火了 因為 我如果太金火的話弱點就太明顯了 那對方才第一隻而已 好 你在想什麼呢可能用替身喔 欸沒有用替身嗎 其實他可以用替身啊 就是繼續拖我煤炭龜的時間 他居然不用替身 要是我的話就直接替身把這個細把空間給拖過 因為煤炭龜 他的速度非常慢啊 那他其他種族值其實算是還不錯 那物防非常高 喔水喔是物防的 他如果就算水流連打我 我覺得也還好 那我這邊就 他可能會先 先用先知技能打我 突襲打下來 血量剩下三分之一 那我的噴火威力可能就只剩下一半不到 剩下三分之一 所以大概一百以上 那這邊剛好命中要害 太lucky了吧今天 好lucky啊 好那我的煤炭龜已經工程升退了 欸不是說工程升退啊 就他已經一穿二了 很棒了很棒了 那熊尾牙的話是 呃有格鬥系 那他這邊剛好也照到我的這個古代活性啊 直接讓對手爽到 他是地面加格鬥 不過他的泰晶還沒用 但我現在也不知道丟什麼 就直接日光速一發給他噴上去吧 但是他會比我先進攻 因為他的速度比我還要快 而且古代活性還增加他的攻擊力 其實有點沒想到啊 不過我後面還有一隻 一隻寶可夢 我先看他是泰晶什麼 泰晶 地面需要剋的話可能會泰晶水 欸泰晶冰 哇那我的 糟了 那這個草屬性是 打 兵器是刻到草屬性的 結果他先進攻 不過我防律很高哦 那這樣打下來的話他的雙防是降低的 我至少可以先尻掉他一發 那這邊日光速打到 不知道可以打到多少血 希望有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就窩蜜陀佛啦 就不錯啦 哎呦哎呦哎呦 直接打到那塊蛤屁啦 哇 你已經表現的不能再好啦 沒炭龜 很棒啦 差不多可以去死了 可是他又再用一次晉升戰 那他的防御率就會再下降 那我下一隻寶可夢 只要輕輕的 腳踢一下 他就差不多可以走了 好啦 沒炭龜表現的太好啦 一穿幾乎一塊一穿三 那我勝這隻月月熊 不過我速度應該是比較慢 但是我應該可以扛得住他的傷害 呃我這邊 被他打到 格鬥系的晉升戰 應該是一發打不死 應該打不死 我的月月熊是 加血量加攻擊的 那我這邊就 100%命中的 猛擊 我這邊先切地面 因為他打過來的話 我先把我的一般系給搞掉 如果命中要害我還是會死啊 但是 這樣的搞的話 他就命中不了 他就算打到我也不會 效果也不會太好 直接剩一半 哇這個 這個如果命中要害可能會死 好 那基本上這一局就結束了 拜拜了 非突 非吉 突飛猛撲 歐德克 拜拜熊尾牙 幹的漂亮 好那麼下一場一樣 就直接首發閃電鳥 煤炭龜 那因為 空間戲法應該撐不到第三隻月月熊出來 所以第三隻還是派一個速度快的大努拉好了 好那我這邊一樣的首發是 極東鳥 那對方是 谷頂路 嗯 谷頂路應該就是先撒個隱形岩 然後再把我吹杯 那我這邊的話一樣應該可以先開個光牆 然後再戲法空間 因為我開完光牆 他丟隱形岩 然後我戲法空間 他剛好把我吹走 好 他應該是 哎呦 果然是隱形岩套路 那他後面的話 還有一隻 吃吼爸吧 那我這邊就直接開一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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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糟了 按錯了 哦 哇 看到光牆了 哇 大災難了 他是直接想要先 直接扣掉我一半的血 太尷尬了 哎呦 oh my gosh 又一次大災難 好險好險 那我這邊先戲法開起來 哎所以他的速度比我還要快 那我這邊 先就 先急速折返回去吧 不過他下一發 還有可能再打大災難嗎 那我的 煤炭龜出來的話 血量就會剩下一半 哎 他換了 為什麼 他幹嘛換啊 我覺得他可以不用換 果然是吃吼爸來了 那我下一隻 煤炭龜是火屬性上來 隱形人先痛到爆 隱形人直接把我給踩爛 龜的腳掌直接被穿破 這隱形人超痛 但我速度比吃吼爸 應該還要慢 所以我吸把之後 我的速度會比他快 那我這邊就直接尻他一發 陽光烈焰吧 然後他可能會哈欠我 他哈欠我 我再一發陽光烈焰 那煤炭龜你就差不多 可以GG史密達送走啦 送你離開 陽光烈焰 日光速 咬啡 哈欠哈欠哈 哦喲血量超過一半 誒他帶應該是吃飯 哦喲 這個可是是物攻哦 啊我的防禦力是超高的天哪 高到一個嚇死人啊 因為日照關係 所以水系技能呢 也會傷害會減半 再加上物防超級高啊 我是火之堡壘啊兄弟 火之堡壘你知不知啊 懂不懂啊 看你不是很懂哦 這邊再尻他一發陽光烈焰 不過他有沒有可能換古頂路上來扛 可是古頂路的話他是 地面洗 所以陽光烈焰打他應該是蠻通所以他不敢換 他應該是想說這隻吃吼吧就直接送了 那我的戲法至少還有一回合 所以他下一隻上來我還是可以尻一發 噴射火焰 要嘛陽光烈焰要嘛噴射火焰 清除之焰的話看起來目前是用不到 用沒丟啦 好古頂路出來 哇特攻被減弱了 這樣有點小麻煩 那我就直接陽光烈焰吧希望還可以打掉一半 因為陽光烈焰不是本系然後現在特攻被減弱減弱一階 沒有到一階減弱25% 那我戲法攻堅升一回合 所以我這邊陽光烈焰打出去他把我打死之後我就可以派大扭拉上來那大扭拉呢 速度非常快因為我可以直接上來就先給他 啪雞一下然後 觸發我的青裝 然後之後再丟一個格鬥系技能他就拜拜了 可以 那這邊地震 兩倍傷害 好的 煤炭龜 您辛苦了 接下來就換到大扭拉 那這邊算的將將好 好 那我還是先那個好了先 急掌齊襲一下 先照SOP來 應該不會太痛 扣不到10滴血 隱嫌差一個10滴血內 那這邊就直接讓他畏縮 怕自己古頂路啊 哇 文有果的話應該還可以吧 我現在 應該是可以應該是可以 還是收得掉沒問題 這邊的牆什麼都消失了然後這邊就直接近身站尻下去 他下一次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我太金還沒用 所以我的技能打點還是非常多的 那我現在速度已經是無人能敵拉 來吧 來吧下一隻上來受死吧 不過他太金也還沒繳 太出的是 哇古劍爆 我的防禦率下降了 那 哇如果他帶氣勢屁帶的話我可能會被他打死 我近身站 速度會比較快尻下去 我的防禦率下降了然後我近身站在打已經等於下降兩階 他不管丟什麼技能 他就算只是跌倒壓到我的腳趾頭我也會隔屁 完了他太金了 不會是飛行吧 太金草 哇那打下去也是一倍傷害加本系1.5倍 哇不知道能不能尻的死哎 啊完了 那他這一發尻下來我大概就葛屁了 哇招了個高 然後我的急凍鳥速度又不快 完了完了完了我急凍鳥出來會吃他這個冰錐 對 哇他差不多 這場應該差不多去了 哇太可惜啦 應該是被他尻死了 通通快快給我一槍 沒有個萬一突襲直接打過來 好啦那這場很可惜呀 這個 開局還ok啦中間被 古劍爆給收尾啦 好吧既然要打這個套路就也什麼都不用選了 一樣 就是也不用管對方出什麼 極凍鳥 煤炭龜 再加個 一樣大扭拉吧 大扭拉 我還是比較安心 大扭拉就像我團隊的老大哥一樣 可是對方有 正義法 幽靈性 我蠻怕我大扭拉的極掌棋 沒辦法觸發 小尷尬 好吧 這個 算了 就這樣吧 哇這一局感覺有點難打 第一支是 賽富豪 那賽富豪是打特攻的 沒關係我先開光牆 然後再細法 一樣sop 然後就 應該打不死我 我覺得他應該打不死我 然後我就直接在重返 急速折返回家 回家囉 不知道他第一招會出什麼 會不會就直接 掏金槽了 直接撒錢 軌跡 提升兩階特攻 那我的煤炭龜的清除之煙 沒有辦法打到他 因為他是鋼屬性 那清除之煙是毒屬性 所以 蠻尷尬的 沒辦法 把賽富豪的 特攻給他取消 哇連續加兩階了 這有點尷尬了 這有點糟糕了 那我 細法空間開起來 我的速度會比他快 那如果我速度比他快的話 等於我煤炭龜會先扛到一次 會先扛到一次他的攻擊 那他還沒打還沒丟攻擊嗎 可是他特攻 那我這邊要換煤炭龜嗎 看我現在有光牆 好吧 就先丟煤炭龜吧 那至少還有噴射火焰可以用 可是我不知道噴射火焰能不能 直接把他秒掉 對 按銀球扛住啊 噴射火焰 噴射火焰 真男人煤炭龜啊 龜龜界的王者 不得了啦 還扛住啦 好險啊 好 沒有那個光牆 就差不多真的要走了 哇沒想到還可以直接收掉 舒服 那下一隻上來的話我至少煤炭龜可以再多打一下 可以先尻一發 煤炭龜 接下來是正義法 正義法哎呀結果也被正義法撿到了 希望他不要是氣勢披帶 那我就只能 用陽光烈焰吧 不是陽光烈焰用噴射火焰吧本系木炭 再加上大陽光 啪雞打不死 月亮之力 哇倒下 哇真的很衰小哎都觸發到對手的古代火星 我這邊很尷尬大牛拉也打不到他 走吧那我這邊急凍鳥上來 我的 這個 這個超能力氣打他應該可以吧 因為 現在還有細法空間所以我的速度還是比他快 好水喔水喔站哪站哪還好細法空間 可以先發自人 好剛好細法空間結束 極度鳥速度是85 那下一隻誰呢 我這邊太金還沒繳 古劍爆的話 古劍爆哇我這個是 飛行屬性但他太金還沒繳 我這飛行屬性被他冰追打到就糟糕了 那我這個重返 重返敲下去不知道你多少血量 因為我急凍鳥是完全沒有加攻擊 雖然效果拔群但是傷害很低啊 很低的耶 那我這個大牛拉上來應該是沒問題啊 我先給他機掌七七他不管太金什麼 都應該是扛不住我一次晉升戰 來吧 機掌七七啪雞一下但他一定會繳太金啊 除非他是太金幽靈 但是我沒看過古劍爆太金幽靈 也是有可能啊為了防大牛拉嗎 不太可能會有古劍爆為了防大牛拉 用太金幽靈吧 你在想什麼呢 果然太金了 他墨鏡好帥 太金什麼呢 太金冰 那他這隻古劍爆完全沒換過 原生種的古劍爆 原汁原味太金冰 機掌七七啪雞一下 那就可以順利收掉了 他就算是 繳 突襲好了 應該也收不掉我 直接晉升戰尻下去 居然沒有繳突襲連最後掙扎都不掙扎 好啦 大牛拉感謝你的努力啊 就成功的收掉這隻古劍爆 OK 那麽今天的這個火之堡壘 到此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下 YouTube頻道拜拜 掰掰 但是 Мы的看多了 到此為大家 ón視ativos